大家好,我是文鲜,最近有一个人的视频在中国大陆的网络里面传得非常广 在海外的很多自媒体平台上也有很多人在转载他的视频 这个人叫马骏,他是中国国防大学的教授 然后我反复看到他很多的视频,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 特别在中国大陆媒体环境里面,就是说什么声音能被传出来 什么声音不能被传出来,什么声音必须得被禁止 他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这个人的声音被大量的被转载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有必要咱们来看一看 他有很多声音,在我看到他就直接打脸一尊 是不是,他这里说的这些话,比如说他说这个 我就大致说了,不说这不一字一句念了 他说我们现在有些大可,你们在网上千万别信他的话 让出西安以东跟美国打核战争,我说你疯了 然后说什么,说跟美国打核战争,这就是政治正确 他真的爱国吗,等等 就让出这个西安以东跟美国打核战争 这个事情,这个话是叫一个叫朱成武的一个少将 他说他是以前的国防大学的防务学院的院长 他也是国防大学的教授,这个人 这叫马俊这个人,他也是中国国防大学的教授 就这个事情,以前朱成武说的这个话 其实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过 但是我记忆当中没有人在大陆说敢反对直接 就是批驳这个人的话 但是突然马俊就出来说了 那有人说马俊他可能以前就说了 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最近在三中全会 刚结束这个时间段 他这个视频就活起来呢 原因在哪呢 背后的推手是谁 这推手的目的又是什么 对不对 他为什么能够做成 是不是 对吧 那朱成武的这样的话 那就是战狼外交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是不是 然后呢他还说什么 他说我们要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 不要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世界 如果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 你就一定不会喊出厉害了我的国 一定会和平的跟世界交流 你看他这个话 那他说一定会和平的跟世界交流 那就说明有人没有跟和平的跟世界交流 那是谁呀 是不是 就这些话吧 就是说你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 就是在中国社会有很多人 他是非常非常小心的 对吧 尤其体制内的很多人 他是非常非常小心 说话呢 是一字一句都不能说错的 但是这个话 对吧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过渡节奏 很多人一看了以后觉得 哎 他啥意思啊 跟这个主流的这个战狼外交 跟习近平的这个想法好像不太一样啊 对不对 然后你看他说什么 他说 还说 你跟这样一个对手打交道 指美国啊 你跟这样一个对手打交道 你是不是要学会两个字 示弱呀 他提出示弱这样子 我们要学会妥协 要有信心 不能总讲斗争 哪能总斗争啊 斗争这个词 习近平可是经常用 经常讲这个斗争 然后呢 他说美国不是下大的 然后这个人还说什么 说我们跟强国比还是弱者 而弱者做大事 一定要有历史耐心 不能一蹴而就 你看等等 我都是摘取的一些话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他这里面这个历史耐心 不就是指这个韬光养晦吗 反正我是这么理解啊 他这个整个人话吧 就话里话里就是我们现在吧 还得韬光养晦 我们还得老老实实的 我们还是弱者 我们要会妥协 我们不能总斗争 对吧 那意思就是还得跟美国欧洲 搞好关系嘛 是不是 所以说你说这个话吧 他不断的讲出来 即便他是以前讲的 为什么在三中全会 刚刚结束的这个时间 他突然在中国国内 大陆上他就活起来了 对不对 中宣部是怎么一个状况的 对不对 还是那句话 他要想让你这个视频发布上来 你是不会看到 不会听到的 甚至就全都给你下架了 但是呢 情况下下下相反 这就是直接在打脸习近平啊 是吧 那习近平他们的那个做法 对吧 那最典型的就是卢沙也说的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已经是大象了 对不对 我们这个光也掏不住了 会也养不住 掏光养晦 对吧 会也养不住了 对不对 我们得不能总躲在树后面 我们得向前 这个是习近平喜欢的这种状况 知道吧 这个事情啊 就是有人说 你这是不是过度解读了 我觉得中国政治吧 大家就得这么看 到底是这个为什么 现在在中国中共体制内部吧 就说中共怎么怎么样啊 什么民主改革 这咱先不提 在中共内部 它一定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一个分歧 就是什么呢 跟欧美的这种关系 中共中国国内肯定有一大批的 这个体制内的这些高官 甚至包括习近平周围的人 他们都希望跟欧美搞好关系 为什么 他们能从中获得利益啊 他们已经从中获得了很多利益 而且他们家族利益很多都在海外啊 是不是 你要再跟美国欧美这样的 这个关系搞差了以后 对不对 那这个事不得了啊 对吧 他们可能贪污 腐败一辈子的成果 可能就全都没有了 全都被美国冻结了 没收了 他们能不害怕吗 对不对 他们子孙后代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幸福怎么办 他们就会跟习近平形成一种对立啊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就很多事情吧 就是说我们长时间观察时政啊 当然我们也有说错的时候 对不对 很多时候确确实实 我们会多考虑这个几步 为什么 包括昨天我在视频当中提到的 很多这个事情 对吧 你看他就是个妥协嘛 是不是 给美国一个企业 就是停止对他的制裁 这是妥协嘛 对不对 跟菲律宾在南海妥协 跟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妥协 因为乌克兰外长来了嘛 对吧 然后在这个就是说经济领域 他也就是三中全会的一些决定 跟我也说中国经济非常非常差 不是这个奇稳向好的这个说法了 对吧 然后 包括今天的这个新闻联盟 我看了一下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一个政治局常委会 又开始讨论这个就是防洪的这个问题了 对吧 这我还觉得很奇怪 习近平这些年基本不关在关注什么天灾人 或现在又开始就是说关注这个防洪 他亲自这个就是说开会 以前都是总理嘛 李克强或者是去年李强开战的会 为什么 是不是 这个变化很大 而且这次今天开这个会吧 习近平又没出来 又是一些文字的这个稿件 包括我都说了好多次的 对不对 这个改革加习近平的这个文章也被下架了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包括最近媒体对习近平的报道 还是有他的名字 但是好像视频的照片呢 除了那次他去调研那个 越南的总书记 后面好像就没有 整体的这个变化吧 真的是让我觉得他是有什么这个问题 有人说哎呀你就别说了 对不对 像你那次西上西下离上 你们都说错了吗 预言错了吗 这个我承认 当时我确实是说错了 我也跟大家道歉了 但是有一点我还是想强调 就是过程的很多分析 我觉得他是没有问题的 他习近平绝对不是最后一帆风顺就连任了 他中间肯定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波折 双方这个明争暗斗 对吧 有那么几次吧 对于包括李克强 开十万人大会 这是一个当时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包括后来李克强 在北戴河会议之后 第一个到深圳去 第一个出来 包括那次习近平到那个中亚去出访 回来以后军队里面的很多很多变化 那肯定是一波三折 对不对 那这一次呢 我觉得可能是风云再起 体制内这些人吧 还是那句话 他们不是为了说要习近平的这个权利 他们是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最后自保 起码得保住跟美国呀 欧盟别再进一步恶化 不要再进一步这个脱钩 可能这个事情不是这些中共官员啊 他们即便软弱 是他们最后的底线了 他们不能再退了 再退的话 自己这个这个子孙后代 这些他们认为所谓的这个幸福 可能就全都泡汤了 所以在这个这些问题上 可能跟习近平 还是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对立 然后像我昨天说的习近平 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全力被这个制约 但具体是怎么操作 有人说那谁啊 以前你还有李克强出来挑头 现在谁出来挑头 这个我不清楚 但是呢 我就看这些风声 他确实是这个不一样 所以说呢 中共体制内 可能现在要开始一场 巨大的这个恶斗 习近平是不能容忍 任何对他权威的挑战 哪怕你一个眼神不对 他都他都容不下去 你知道吗 眼里不如沙子 习近平对于他这个权力 这个问题 那么往下 这种权斗一旦开始 谁会赢 谁会输 对吧 上次二十大那次 习近平是赢了 大获全胜 对不对 那这一次呢 对不对 随着整个形势的不断的下滑 矛盾不断的加深 到底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个体制会不会随之崩溃 这些呢 咱们都得一点点看 当然 我讲这么多呢 也只是我自己的一家之言 仅供大家参考 对吧 毕竟 我觉得我相对还是稍微比较敏感一点 速度能稍微快点 给大家分享一下 整体这期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